主方坚决反对 以意识形态划线 公然挑动对立对抗 我想强调的是 国际关系中存在一定竞争 但不能以竞争或对手 来定义国与国关系的全貌 更不能打着竞争旗号 损害别国主权 干涉他国内政 甚至公然联手遏制打压特定国家 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 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 包括系统性 种族主义问题 顾及难除 雇佣同工 强迫劳动 枪制暴力 仇恨犯罪 等人权劣迹 数不胜数 美国和欧盟 如果真的关心人权 他们最应该做的是 反省自身问题 还清历史欠账 感谢大家